欢迎来到《陈世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携手安吉尔走出国门 两家外媒高度赞扬肖战,是世界巨星。 近日,青年演员肖战又一次携手代言品牌破圈跨界闯世界了, 这一次是安吉尔,是一家在净水汽领域享有超高知名度和好口碑的大品牌, 如今随着官宣肖战为品牌全球代言人,双双携手走出国门,非常优秀。 值得一提的是,不完全统计已经有两家外媒高度赞扬了肖战, 不愧是世界巨星,肖战影响力和人格魅力太强大。 据悉,肖战携手新代言品牌安吉尔走出国门, 两家权威外媒争先恐后对肖战安吉尔进行了报道, 评价肖战和安吉尔的专业精神不谋而合, 合作的结果必然是双赢,事实上这也是大家看到的结果。 对于肖战来说,肖战走出国门俨然成为了家常便饭, 已经不足为奇,肖战在世界范围内都享誉盛名, 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巨星。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纷纷表达了期待和祝福, 就是喜欢看到这样的盛大场面,每一次看到后非常激动, 也很开心。肖战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一直以来都在努力拍戏,致力于为观众们带来好角色, 肖战做到了,还做得非常出色。 总之恭喜肖战,也祝福品牌方, 事实证明选择肖战没有错, 希望肖战不忘初心,再接再厉, 持续为观众们挑选好物,带来优质作品。 如今的肖战,还有两部新作品要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新电影《射雕英雄传》注定票房大卖, 新剧《藏海传》还没有杀青就定当浙江卫视, 影响力有多大不用多说。 肖战未来可期,再接再厉。 浙江卫视2024大剧片单曝光。 肖战新剧重磅来袭,注定成爆款。 近日浙江卫视官方公布了2024年大剧片单, 看到了肖战主演的新剧《藏海传》, 要知道这部剧目前还没有杀青, 在没有杀青的情况下已经被浙江卫视抢走了权限, 足见这部剧有多受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 一点部夸张《藏海传》注定成为爆款, 也是观众们都欣赏和喜爱的经典之作。 据悉,在肖战新剧《藏海传》尚未杀青的情况下, 这部剧就出现在了《浙江卫视2024大剧片单》里, 官方还评价都是S级大制作, 热门题材一网打尽, 确实如此。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这段时间还是在《藏海传》剧组, 目前剧组还没有传来杀青的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 已经成功定档在浙江卫视, 不愧是人尽皆知的爆款。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都在期待这部剧《顺利杀青》,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肖战塑造的角色和主演的作品, 一直都值得信任, 这么多年过去了, 肖战的表现从来都没有让观众们失望。 如今的肖战, 荣誉不断, 捷报频传, 演艺事业更是多点开花不可阻挡, 肖战并没有忘记初心, 这一点值得点赞。 总之祝福肖战, 期待和肖战的作品早点见面, 不管是新电影《射雕英雄传》上映 还是新剧《藏海传》定档。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肖战演技和实力方面不用多说, 能够驾驭各种类型的角色, 跟着肖战的脚步勇往直前即可。 肖战顺顺利利, 未来可期。 肖战呈流行语, 引发社会热议, 风靡一时。 肖战由于篇幅有限, 在短无法详细描述的经过, 原因以及网络上的反响。 因此, 在以下, 我们将以肖战粉丝与黑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主线, 展开对此的深入分析和探讨。 在网络时代, 明星的一举一动往往牵动了众多粉丝的心。 而肖战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明星, 也未能幸免于被众多关注和讨论。 然而, 他的蓬勃发展也引来了众多黑粉的指责与攻击。 肖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一次直播中的一句不慎失言, 引发了网络上的广泛争议。 一些人将其解读为歧视言论,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误解或误解别有用心的炒作。 肖战迅速引发了网络上的一系列言论和讨论。 一方面, 肖战的粉丝群体奋起为偶像辩护, 将解读为无心之师, 并提出肖战本人多次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事实。 另一方面, 黑粉则一味对其进行攻击和指责, 进一步扩大了舆论的对立。 网络上的争论和言辞激烈, 甚至引发了围攻现象和黑粉对粉丝的人身攻击。 肖战的反响与以往类似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在娱乐圈中, 明星们不可避免地会面对各种质疑和指责。 美国传奇歌手麦当娜曾因犯下同样的错误而引发了争议。 在他的一次现场演出中, 他不经意间使用了一句可能被解读为侮辱某个群体的词语, 引起了广泛的愤怒和责备。 这类的相似之处在于, 明星的一句话或行为往往会将他们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引发大规模的讨论和争议。 肖战的发声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的爆发使得公众对明星的言行更加关注, 对待明星的态度也更加谨慎。 的发酵加剧了粉丝群体和黑粉之间的对立, 使得网络暴力问题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还提醒了人们网络上的言论自由和边界问题, 加强了关于责任和尊重的讨论。 距离肖战发声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在媒体和社交平台上的热度逐渐降低。 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这个对于社会和个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无论是粉丝还是黑粉, 他们在中表现出了极端的情绪和行为。 这种极端行为反映了社会对个人情感和认同的过度依赖, 以及对他人的恶意攻击的不容忍。 不仅使得肖战个人受到了伤害, 也对整个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 体现了网络暴力的恶劣后果。 肖战的发声引起了公众对于明星行为的反思和对网络暴力的关注。 我们应该学会尊重他人,容忍不同声音,理智表达自己的观点。 商业化的娱乐圈需要更多对个体情感和隐私的尊重, 也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来建立和谐的网络环境。 毕竟,一个人的成长和努力应该被尊重和鼓励, 而不是被无端质疑和攻击。 我们需要反思,是我们把网络社交变成了一场没有底线的战场, 还是我们应该用宽容和理解的态度面对明星和其他人的言行。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 再见。 located 再见。 启, 启, 启,